各位早上好 欢迎大乘2024年9月22号 星期天的凤凰早饭车 我是郭阳子 首先带您关注今日头条 在第七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到来之际 中共中央总书记 国家主席 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 代表党中央向全国广大农民和工作在三农战线上的同志们 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 习近平指出 今年我们克服较为严重的自然灾害等不利影响 实现下粮增产 早到稳产 全年粮食有望再获丰收 为巩固和增强经济回升向好态势 推动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 习近平强调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必须坚持不懈夯实农业基础 推进乡村全面振兴 各级党委和政府要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三农工作的决策部署 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 切实抓好粮食和重要农产品稳定安全供给 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 千方百计推动农业增效益 农民增收入 农村增活力 让农民群众可感可及 得到实惠 希望广大农民群众和社会各界都积极行动起来 一步一个脚印 把乡村全面振兴的美好蓝图变为现实 为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 建设农业强国奠定基础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在中央党校新疆民族干部培训班创办70周年之际 中共中央总书记 国家主席 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 做出重要指示指出 创办中央党校新疆班是党中央做出的一项重要决策 强调 努力把新疆班办得更有质量 更有成效 为新疆培养造就更多忠诚 干净 担当的高素质干部 习近平指出 创办中央党校新疆班 是党中央做出的一项重要决策 70年来 新疆班始终伴随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步伐前进 培养出一批对党忠诚老师 理论功底扎实 政策把握到位 使之为民造福的优秀干部 为加强新疆干部队伍建设 推动新疆经济社会发展 促进新疆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发挥了重要作用 习近平强调 要以新疆班创办70周年为新的起点 坚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 紧扣新疆干部队伍特点和工作实际所需 健全常态化培训 特别是基本培训机制 将助劳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贯穿半般全过程 加强民族领域基础理论问题和重大现实问题研究 努力把新疆班办得更有质量 更有成效 为新疆培养造就更多忠诚干净担当的高素质干部 习近平要求要进一步完善中央有关部门指导协作 新疆支持配合 中央党校发挥主体作用的工作格局 落实各方面政策 为办好新疆班创造良好条件 提供有力保障 富网卫视综合报道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中东的局势 以离冲突还在持续当中 即前一天贝鲁特袭击事件已经造成至少有37人死亡 以军21号继续对黎巴嫩境内约180个真主党目标发动袭击 扬言真主党的军事指挥练几乎被完全瓦解 而同一天 约90枚的火箭弹从黎巴嫩向以色列的北部射出 以色列有多地起火 此外随着局势的迅速恶化 以色列和黎巴嫩都对形势做出了评估 以色列的21号对其北部地区发布了集会人数的限制令 以色列军方21号公布视频 称在黎巴嫩南部完成一系列打击 对黎巴嫩境内约180个真主党目标发动袭击 摧毁约数千个火箭弹发射装置 以色列军21号在社交平台X发声明和图片表示 真主党的军事指挥练几乎被完全瓦解 图中 领导人纳斯鲁拉位于黎巴嫩组织指挥练金字塔的顶端 在他下面是八位最高指挥官 其中六人被贴上了一个红色标签 上面写着以消灭 此前一天 真主党最高指挥官之一的阿基勒 在以军对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部郊区的袭击中身亡 共约90枚火箭弹21号从黎巴嫩向以色列北部地区方向射出 塞费德 上加利利 戈兰高地等地多处民房及基础设施起火 浓烟滚滚 救援人员正在灭火施救 黎巴嫩真主党承认向位于戈兰高地的以色列国防军 210师总部发射了喀丘沙火箭弹 随着以离局势升温 双方对全面战争爆发的担忧加剧 以色列国防部长加兰特与其他高级军官 21号就在以色列北部地区范围实施居民限制进行评估 以色列军方也紧急召开战争评估会议 当天 以色列军方发布针对北部地区的集会人数限制令 集市内集会不得超过300人 室外集会则限制在30人以内 另一边 面对一连串的境内安全事件 黎巴嫩政府将国家安全局势确定为危险和紧急 黎巴嫩内政部长摩拉维敦促所有安全机构 有必要密切监视以色列在离周边行动 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沙利文21号表示 他对离以局势升级感到担忧 但他认为以色列杀死黎巴嫩珍珠党高层带来了正义 沙利文还说 他仍然认为加沙地带有可能实现停火 但是美国目前还没有准备把一些事情摆到桌面上 对于以色列方面近期向黎巴嫩平民实施的暴行 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谴责以色列对黎巴嫩的袭击向恐怖组织的行为 声称这些袭击表明以色列不会保护平民 也证明了人们对以色列将冲突扩大到整个地区的野心的担忧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最近以色列继续加强对黎巴嫩珍珠党的攻击 而这一次以色列空袭了黎巴嫩的南郊 导致一名珍珠党高级别指挥官和数十名居民被杀死 有叙利亚的观察家指出 以色列的升级行动将会使得整个地区卷入严重的危机 来看一下本台中大马士哥记者发回来的报道 黎巴嫩珍珠党20日夜间证实其高级正式指挥官 伊布拉辛阿吉勒 在当天以色列堆离首都贝鲁特南郊的实际中身亡 有叙利亚专家相信 珍珠党将会很快对以色列作出官方党回应 来恢复其地位和慰望 目前歌声齐的阻挥官 在英国文堰里有限的阻挥官 首当在立场上的涨广域 离现在党的支持 让它党也是更加上的阻挥兄弟们 現在的阻挥的人 在今天平台中授云上的阻挥官 川普尔是非挥官 带他们所提供的阻挥官 要聚与会 是非常有利的阻挥官 以色列以六枚导弹 施击唯一 北路德南郊的一处建筑 施击也导致了 数十名普通居民死伤 有叙利亚专家认为 以色列的目标 是要将主义力 从加沙地带 转移动到 与利班门的战线上 而郑主党将对 这次以色列的新神级 作出签略反应 最终以色列的 这种地团的行为 将会使得整个地区 走向十分压力的后果 要离开到 以色列的援迹 从而折据 在其他人的折据 在其他人的折据 和其他人的折据 任何的折据 这些折据 在其他人的折据 在其他人的折据 从而折据 到新的折据 我们在折据 在其他人的折据 结果是 在其他人的折据 从而折据 以离冲突升级 伊拉克什叶派组织表明 将会给予 黎巴嫩人民和 珍珠党铁一般的支持 有武装组织表示 正在派遣 数千名的战士 前往黎巴嫩 来对抗以色列 黎巴嫩通信设备 连环爆炸案发生后 伊拉克伊斯兰 抵抗组织领导人表明 将对黎巴嫩人民 和珍珠党 给予铁一般的支持 扬言随时准备 太遣战士 支援黎巴嫩 伊拉克另一事业派组织 真主党高贵者运动 也向黎巴嫩 驻伊拉克大使 传达了支持的讯息 重申与黎巴嫩人民 共同对抗以色列的承诺 另外 敌抗阵线旗下的 赛易德烈士旅领导人表示 正准备派遣数千名战士 前往黎巴嫩 以支持黎巴嫩抵抗运动 黎巴嫩和叙利亚发生的 通讯设备爆炸事件 过程仍然是扑舍迷离 有英国安全专家认为 爆炸较较有可能是无线电 或是其他方式在近距离引爆的 以精确地控制爆炸的范围 而非是由远程信号所引爆 大批通讯设备爆炸 让离以局势岌岌可危 总部在英国伦敦的 安全公司专家表示 目前还不清楚 这些通讯设备是如何被引爆 但如果是定时爆炸 会难以控制袭击范围 或者临时取消计划 因此爆炸更有可能是 由范围更小 更可控的信号出发 专家也认为 这次事件的策划非常复杂 要做很多物理篡改才能实现 同时世界上只有极少组织 有能力进行这样的袭击 策划者将爆炸范围 精准控制在黎巴嫩和叙利亚 让影响集中于特定国家 避免第三方国家受到波及 安全专家认为 这次的通信设备爆炸非常罕见 也是在中东地区已有高度冲突的背景下发生 目前其他地区不太可能会遭到类似袭击 不过企业和政府应该保持警惕 在必要时加强对供应链的审查 凤凰卫视记者刘备 新加坡报道 以色列军队21号轰炸了加沙城南部的一所学校 已经造成至少有22人死亡 包括了13名儿童 最小年龄者是一名三个月大的婴儿 学校在乙军的炮火下已经变为废墟 救援人员穿梭在残云断壁中 进行后续的清理工作 有目击者表示 孩子正在操场玩耍 当时有两枚火箭弹击中了他们 加沙卫生部就表示 这所学校目前用于收容流离失所的巴勒斯坦人 而死者当中多数为妇女儿童 以色列的军方则表示 袭击目标是哈马斯指挥中心 并且再次指控哈马斯利用学校来作为军事设施 而哈马斯则是予以否认 伊朗军方21号在德黑兰籍全国举行阅兵式 纪念两伊战争爆发44周年 在德黑兰的阅兵式 军方首次战事了新型国产贾哈德导弹 和目击者136B无人机 伊朗总统佩泽西齐阳在阅兵式上表示 伊朗的防御和威慑力量将会让敌人无法侵犯伊朗 佩泽西齐阳和军方高级将领 当天在德黑兰南部的霍梅尼林幕前 出席了圣战日大阅兵 佩泽西齐阳发表讲话 称赞伊朗武装部队是伊朗安全的保障 他说如今伊朗拥有强大的防御和威慑力量 让敌人不敢侵犯伊朗的领土 佩泽西齐阳还请责以色列对加上民众的暴行 呼吁一三国家团结起来 阻止以色列继续犯下罪行 以色列的暴行 在德黑兰的阅兵室上 军方展示了包括多种国产防空导弹 以及无人机 战机 坦克等国产武器 其中 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设计和建造的 甲哈德号导弹和目击者136B型无人机 首次亮相 据介绍 甲哈德号导弹属于征服型导弹系列 是单级液体燃料导弹 射程1000公里 目击者136B型无人机 配备涡轮喷气发动机 航程超过2500公里 能够摧毁预定目标 今年的阅逼是总统贝斯西洋首次亮相 与以故总统莱希相比 他的讲话并没有他那样强硬 同时对以色列并没有发出正眼镜的威胁 但是今年在阅逼市场到处可以见到 打倒美国打倒以色列的口号 同时今年伊朗展示的无人机导弹 还有坦克等等的都在向美国和以色列 展示伊朗的武装力量 并向以色列发出武装震慑 方位势力人杰尔姆森德格拉报道 好 我们来看一条刚刚收到的最新消息 美国国务院在21号发布四级旅行警告声明 也就是不要旅行警告 称由于黎巴嫩真主党和以色列的持续冲突难以预测 以及黎巴嫩各地包括贝鲁特发生的爆炸 美国大使馆敦促美国公民在商业航班仍可使用的情况下 离开黎巴嫩 并且表示大使馆可能无法协助选择留在黎巴嫩的美国公民 声明警告在黎巴嫩的美国公民 如果选择留在黎巴嫩要做好准备 在局势进一步恶化时进行就地避难 另外根据美国政治报的报道 美国官员承认美国政府避免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党之间 爆发全面战争的努力受到了挫败 美方估计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党之间冲突的升级 将会很难在短期内得到缓解 更多焦点不要走开 马上回来 欢迎回来 美日英澳领导人21号集聚美国特拉华州出其四方安全对话 拜登在会上宣布新的安全倡议 包括首次启动联合海岸防卫队的合作 预料会后将会发表联合声明 可能涉及南海和朝鲜问题 拜登在峰会之前 分别与日本首相安田文雄和印度总理莫迪举行会谈 美国总统拜登在他的家乡特拉华州威尔明顿 先后迎接澳大利亚总理阿尔巴尼斯 卸任前进行最后一次外访的日本首相安田文雄 印度总理莫迪 四人一同出席四方安全对话 这次也是拜登任内最后一次出席这个峰会 领导人轮流发言 拜登说 美国认为与中国保持接触 对于防范疏通及管控危机和战略竞争 其重要作用 此前由美国政府官员透露 与会领导人将会宣布扩大两年前启动的印太海域意识伙伴关系 又指会后发表的联合声明 在涉及南海和朝鲜议题 使用强硬措辞 峰会前夕 拜登与岸田文雄在拜登的府邸举行会谈 拜登与岸田文雄商讨关于中国的外交事务 双方重申 对发展及保护员工智能和半导体的技术的承诺 拜登也分别同莫迪及阿尔巴尼斯举行了会谈 峰会后 美方将会在峰会场地 拜登就读过的司令高中 设晚宴款待与会领导人 凤红卫视综合报道 美国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哈里斯21号表示 已经接受了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的辩论邀请 不过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特朗普随即表示 不会再与哈里斯进行下一场的总统选举辩论 根据美媒的最新民调显示 哈里斯目前的支持率领先特朗普两个百分点 美国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前总统特朗普 21号在北卡罗兰纳州威尔明顿上的一场竞选集会上表示 他不会再与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副总统哈里斯 进行下一场总统选举辩论 因为大选投票已经开启 再辩论太迟了 特朗普还称 哈里斯要求再辩论是因为民调输得很惨 就在早前 哈里斯的竞选团队表示 他已接受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邀请参加10月23号的总统候选人辩论 哈里斯竞选团主席则称 特朗普参加这场辩论应该不会有任何问题 因为辩论形式和设置与他6月份参加的辩论相同 还表示特朗普当时称赞了CNN的主持人规则和收视率 据美国纽约时报最新民调数据 截至21号 哈里斯在支持率上领先特朗普两个百分点 有49%的美国人支持哈里斯 47%的人支持特朗普 此外 双方支持率自19号以来一直保持不变 另据《华盛顿邮报》报道 自从特朗普成为总统候选人以来 他已经就上任总统第一天会做的事情 做出了41项具体承诺 并在竞选期间提及超过200次 报道称 这些承诺包括开始大规模驱逐移民 和取消电动汽车补贴等 今年11月5号是美国大选投票日 但明尼苏达州等多个州 已经率先开启提前现场投票 凤红卫视综合报道 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日前接受采访时表示 总统普京早前提及 支持美国副总统 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哈里斯 胜出11月大选 只是开玩笑 拉夫罗夫接受英国天空电视台 阿拉伯语频道采访时表示 总统普京开了个玩笑 因为他有幽默感 普京多次在公开演说当中开玩笑 而拉夫罗夫又指 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 他看不到美国的竞选活动有什么不同 普京本月初在弗拉迪沃斯托克 出席东方经济论坛时 被问到对美国大选的看法 普京当时表示 正如美国总统拜登 呼吁支持者支持哈里斯一样 俄罗斯也会支持哈里斯 普京还开玩笑说 哈里斯的笑声 负有表现力和感染力 美国白宫其后回应指出 总统人选是由美国人民决定 普京不应该偏向任何一名候选人 并且应该停止谈论 以及干预美国大选 再来看一下今天香港大公报的报道 提到了今年是生成是人工智能流行以来 第一次举行美国大选 那目前呢 美国的社交媒体上是充斥着大量的 AI生成的深度违造内容 包括了美国演员 歌手 还有运动员等名人的 为某位候选人背书的虚假海报 还有特朗普保护小动物的假图 等等等等不是信息 恐怕会进一步的扰乱选举 就有媒体指出 社交媒体X老板马斯克 已经公开表态支持特朗普 而他在X上是有超过1.98亿的粉丝 并且已经多次散布 与选举有关的虚假内容 研究人员就指出说 在社交平台X放宽内容审核政策 并且恢复散布虚假内容的账号之后 X已经成为了散布政治虚假资讯的重灾区 另外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 20号表示 希望下周在美国参加联合国大会期间 能够与美国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特朗普会见 此前美国白宫新闻秘书就证实 泽连斯基将会于26号到访白宫 分别会见美国总统拜登 以及副总统哈利斯 泽连斯基向媒体表示 他很有可能在26号或27号见到特朗普 但是并没有透露具体的细节 如果计划顺利 这将会是特朗普2021年任期结束之后 首次与泽连斯基进行会面 根据了解 泽连斯基将会于下周出席在纽约举行的 第79届联合国大会 并且发表演讲 介绍其胜利计划 即如何在外交层面来迫使俄罗斯结束战争 他还称 这取决于关键盟友在今年秋冬季节的决定 显然在俄军仍在乌东地区缓慢推进的当下 乌克兰希望能够得到美国更强有力的支持 泽连斯基上个月表示 希望将胜利计划递交给拜登 哈里斯 还有特朗普 并且强调 乌克兰不会用领土妥协来进行任何的谈判 我们再来跟进一下俄乌局势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 于晚间的视频讲话当中 确认乌军一天内 袭击了两座俄军的军火库 这是几天内 俄军三座军火库遭到重创 泽连斯基表示 这就是从根本上改变局势的原因 而乌克兰有能力将战争带回俄罗斯 21日凌晨 乌克兰无人机袭击了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 一座俄军主要军火库 乌方表示 至少有2000吨弹药被摧毁 另外在特威尔地区 乌军还袭击了靠近托罗佩茨市 附近的第二三俄军火库 距离三天前被摧毁的 第107军火库以南 仅16公里 今天又重新军火库 军火库的军火库 军火库上的军火库 这就是军火库的军火库 军火库的军火库 军火库的军火库 这些军火库的军火库 这些军火库的军火库 泽连斯基还表示 如果有足够的导弹 并允许乌军使用远程攻击武器 这可以大大加快这场战争的结束 他再次呼吁盟友尽快允许 乌克兰使用盟友提供的武器 进行远程打击 凤狂卫视特约记者李向 基辅报道 中俄北部联合2024第二阶段演习 21号在俄罗斯军港码头举行开幕式 中俄双方将共同完成 海空护航 警戒防御 活力打击等多课目演习任务 上午10点 中俄双方联合战役指挥部人员 整齐列队 俄方军乐队奏响中俄两国国歌 为北部联合2024第二阶段演习 举行开幕式 仪式结束后 中俄参演各舰 依次离开码头前往演习海域 第二阶段演习将在日本及俄罗斯 相关海域进行 期间将围绕编队联合防空 舰机协同返潜 编队对海作战等科目 进行红蓝对抗演习 并开展武器演练 北部联合2024第一阶段的演习 在15日结束 中俄海空兵力 以红蓝对抗交替指挥的方式 在日本海某海域完成多科目任务 充分检验双方的战术指挥协同 和联合行动能力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在停滞状态长达117天之后 法国新政府终于在当地时间 9月21号官宣成立 而新政府的组成 是以右翼势力为主导 混合了总统马克龙派 还有其他派别 新政府成立之后 立即在法国政坛 就引发了强烈的反应 特别是来自左翼政党的抗议 根据安排 新政府的首次部长会议 将会在23号举行 法国新政府组成 终于尘埃落定 21号 总理巴尼耶 公布了其政府的成员名单 新内阁组成共39人 包括19名全权部长 其中8名为女性 另外还有15名部长代表 和5名国务秘书 而在政党派别方面 新政府主要以右翼势力为主导 混合了总统马克龙派 和其他派别 值得关注的是 新任内政部长 是来自右翼共和党的雷太尤 他表示 将恢复秩序 以确保社会和谐 新政府的成立 立即遭到了来自 左翼联盟政党的抗议 他们认为这是对民主的羞辱 各界原本期待的是 一个和解的政府 但最终却得到了一个 右翼主导的政府 而来自极右翼 国民联盟领袖 马里纳勒庞 也批评新政府的组成 认为这是一种过渡性的安排 她呼吁进行 大规模的政治更替 并表示 她的政党将继续 为法国的复兴做准备 根据安排 新政府的首次部长会议 将在下周一23号举行 内部党派间的持续角力 与社会的各界抗议 让新成立的法国政府 接下来的执政之路 充满挑战 而如何能够找到妥协方案 并有效回应社会关切 备受关注 富凰卫视 金梁默也 法国总理府报导 法国多年21号再次爆发 反对总统马克龙 和新任总理巴尼耶的游行 抗议者要求 罢免总统马克龙 并且让巴尼耶 辞去总理的职务 他们认为 马克龙违背民意 而巴尼耶的政府倾向极右 反社会 反移民 所以担忧其内阁成员 可能会延续偏激政策 当天 包括首都巴黎 马赛 兰特等 全法多个城市 共上演了50多场抗议活动 参与的群体 包括了左翼政党 工人 学生 环保主义者 以及女权组织和移民等 有抗议者高举标语 质疑此前 国民议会选举的公正性 并表示 投票还有什么意义 还有抗议者要求 罢免总统马克龙 认为他违反民意 特别是任命巴尼耶为总理 有人甚至呼吁 推翻法兰西第五共和 重新建立新的民主社会国家 我们今天要对马克龙 和他的禁止民意 尤其是选择 米歇尔·巴尼耶 为首席 而是一个人 最高兴兴养性 到的拜登 了 优位 探って 向 От 所同的 政�就會 少几乎 我们知道在学典的年转据我们的年转据我们的稳定 以充分我们的稳定 予我们的收入贸款 我们知道了 在我们计算是在学典的纳定 但我们知道有维护的国家 我们在这里因为 中共的美国人 会的功夫 是充分的力量 不是我们的说 我们要不仅仅 罢尼美国 组织方表示 这次抗议活动 设计9月7号的首场 大规模抗议之后 发起的进一步行动 斯里兰卡总统选举结束 选举的结果预料将会在22号公布 尽管全国局势平静 但是警方为了公众的安全 宣布实施宵禁至22号的清晨 斯里兰卡警方21号晚宣布 自当地时间21号晚10点 至22号6点在全国实施宵禁 首都克仁坡街头冷冷清清 警方在公告中表示 目前全国局势平静 实施宵禁是为了进一步 确保民众的安全 参与选举工作的人员 可使用官方身份证件 作为宵禁期间的通行证 前往机场或入境人员 可使用机票作为通行证 克仁坡一处海滩关闭 有准备回家的市民表示 没有听过宵禁的消息 由于等不到交通工具 不得不走路回家 斯里兰卡本次总统选举 过有38名候选人参加竞选 投票于当地时间下午4点结束 计票随即展开 斯里兰卡选举委员会表示 此次选举过程平稳 未收到暴力事件的报告 当局形容为斯里兰卡史上 最和平的选举 寻求连任的现任总统 维克拉玛辛亨 在2022年持续多个月的 反政府示威浪潮后上台 推行紧缩经济措施 以换取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援助 带领国家重回正轨 但加税措施引发民众不满 这次选举被示威对其政绩的公投 主要反对党统一国民力量 党领导人普雷马达萨 和国家人民力量党领导人 迪萨纳亚克都反对紧缩措施 希望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重新谈判 根据斯里兰卡总统选举法 获得超过50%选票的候选人 直接胜出 如无人获得过半选票 两名得票领先的候选人 将通过第二轮计票决出胜负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捷克反对党 布满公民行动党 在20号至21号 举行的地方选举当中获胜 赢得了全国13个州当中的10个州 而执政联盟在一起 和执政党公民民主党 只各赢得了一个州 初步的选举结果还显示 在同时举行的参议院换届选举当中 布满公民行动党 也取得了领先地位 在首轮的参议院选举当中 有两名候选人直接当选 而另外19名候选人 进入到了第二轮的参议院选举当中 在各政党中人数最多 稍后回来带您关注更多焦点 一会见 欢迎回来 美媒国防新闻21号引述多名国会议员助理 和一名美国官员报道 美国政府计划向台湾提供一笔 总额近5.7亿美元的军事援助 金额是历来最大 这笔空前的军事援助 涉及训练 库存 反装甲武器等 目前只待总统拜登批准 有机会在月底会计年度到期前正式签署 美国国防部原本规划的军援金额较低 但是在夏天的跨部会议当中 多名高层官员要求提高金额 最终达到了5.67亿美元 较2023年的金额增加近一倍之多 当局还计划采用向乌克兰提供军事援助的方式 直接由美国库存复运以加快进度 五角大楼还在拟定对台第三批援助 拜登政府计划在1月任期结束之前完成 针对美国对台军售一事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本周早些时候表示 民进党当局妄图以武谋独 美国执意以武注独 必将引火烧身以失败告终 再来关注一下江西新渔佳乐院 临街店铺124特别重大火灾事故调查报告 21号发布 中央纪委对江西省三名中管干部进行了问责 江西省公安机关对涉嫌违法犯罪的 10名涉案人员立案侦查 江西省纪委监察机关按照干部管理权限 一规一计一法对事故中涉嫌违纪违法的 55名公职人员进行严肃追责问责 江西新渔佳乐院临街店铺124特别重大火灾事故发生后 中央纪委对江西省委常委副省长任朱峰 江西省委常委秘书长陈敏 江西省政府党组成员副省长孙洪山的 失职失责问题进行了立案审查 依据有关规定 给予任朱峰党内警告处分 给予陈敏和孙洪山党内严重警告处分 此外 西渝宁霜制冷设备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 吴和根等10人 涉嫌重大责任事故罪 被公安机关立案侦查 并被检查机关批准代表 西渝市民人防办长任邓文青等3人 因涉嫌严重违纪违法和职务犯罪 接受纪律诊查和监察调查 同时 西渝市委等部门52名公职人员被严肃处理 2024年1月24号15时22分 江西省西渝市雨水区佳乐院小区 临街商住综合楼发生特别重大火灾事故 造成39人死亡 9人受伤 直接经济损失超过4000万元 经国务院调查组查明 事故直接起因 使楼体违规建设冷库 事工作业释放的易燃气体 遭遇静电 导致火灾和烟气蔓延 楼内商客学生因楼体违建 未能及时逃生 造成重大伤亡 富豪卫视综合报道 2024澳门特区行政长官选举候选人 郑刚宣讲及达文大会 将于28号早上10点钟至下午1点钟 在中普综合体举行 澳门特区行政长官选举将会在10月13日举行 按照行政长官选举法相关规定 行政长官选举管理委员会定出竞选活动期 由9月28日凌晨零时开始至10月11日 午夜12时结束 为让行政长官选举委员会委员了解候选人郑刚 选广会在竞选活动期首日 为行政长官选举候选人举办郑刚宣讲及达文大会 邀请全体选委会委员参与 选广会已向400名选委会委员发出邀请函 委员必须在本月28日带同选广会发出的选委会委员证 在早上9时至10时抵达中仆综合体正门做进场登陆 大会上有意向候选人提问的选委会委员可及场报名 选广会将通过公开抽签 定出提问的选委会委员和先后顺序 每人的发问时间不超过两分钟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日前有内地的乘客在乘搭国泰航班时 与香港乘客发生争执并受到辱骂 事件在网络上发酵后引起了热议 国泰航空早期回应 两位说事的顾客 未来将会被拒绝承搭任何国泰集团的航班 在社交媒体投诉的当事人金女士 向本台独家回应表示 不希望该事件影响两地团结 但是仍然希望国泰针对歧视问题 做出官方回应和盗窃 回忆起事发现场国泰航班事件当事人金月琳表示 仍然心有余悸 但相信这次纠纷只反映个别香港乘客的素质问题 21号他在社交媒体上发布的一段影片引起恶意 他在视频中投诉称 本月17号乘坐国泰航班从香港飞往伦敦途中 因调整靠背座椅引发后派乘客不满 遭到对方长时间持续骚扰 甚至述终止辱骂 期间国泰航务员从出面协调单位能平息 政治中也有其他香港和内地乘客发声 指责后派乘客行为太无理给香港人丢裂 事件在网络发酵后 国泰航空最终经调查决定 两位涉事顾客在未来将被拒绝 重搭任何国泰集团的航班 因为我之前是不知道还可以就是对乘客就是有一定的处罚的 我当时还是就是网友告诉我是可以这样要求的 然后我就是当时私信有时候 我就说就是乘客那边有没有相应的就是规定啊 或者是怎么样的流程 然后他们后面就是给我发了信息说他们两个终身近飞了 然后还就是觉得还挺好的 就是我觉得这是引起公愤的很重要的一个原因 就是也有很多网友也有就是类似的经历 就是我想要国泰就是道歉 然后回应这个事情 因为这个事情就不是个例 就是很多很多同样类似的事情一再发生 而且他们之前道歉的回应之后 好像并没有什么改进啊 所以我希望他们能够这次再给一个解决方案 或者是怎么样 就是让大家能够就是接受 因为其实我觉得其实这个事情是还是蛮严重的 虽然是一次不愉快的旅途 但他表示并不会影响到对香港本身的印象 我觉得来香港玩是会的 因为真的还是有大部分人都是好人的 就是我不会因为一些个例 然后就怎么样的 那时候然后国泰的话 我就希望他们能够对这件事情有所回应吧 而且我希望他们最好能够出面 能够回应这件事情 凤好卫视王雨婷 赵龙香港报道 同时国泰又表示 公司一向重视顾客的安全和旅程体验 绝不会容忍任何机上的滋扰行为 紧救事件向受影响的顾客再次致歉 更多焦点不要走开 马上回来 欢迎回来 再来关注一下路透社有消息人士称 美国商务部预计于23号提议 禁止在自动驾驶和联网汽车当中 使用中国的软件和硬件 在确定最终的具体规定之前 美国商务部将会给公众30天的时间发表评论 目前初步计划在2027年开始对中国的车载软件实施禁令 而硬件方面的禁令则是将于2029年的1月起生效 另外近日美联储宣布降息 波及全球的金融市场 也对中东金融中心阿联酋产生了显著的影响 经过初期的市场震荡 阿联酋金融市场正在积极应对 并且逐步消化这一国际政策变动所带来的新挑战 美联储的降息决策引发了阿联酋金融市场的波动 股市微调 债势活跃 汇率波动 在迪拜国际金融中心 交易员们密切关注市场动态 多数金融指数已趋于稳定 我现在位于迪拜国际金融中心 这里汇聚了全球的金融机构和投资者 尽管近日受到美联储降息影响 但阿联酋金融市场仍保持较强的韧性和适应能力 股市债势已调整 部分企业股价上扬 汇率趋稳 如果金融市场降息会影响 这会影响我的业务 因为我身体的服务业 我们提供服务给我们的客户 像那些商业的商业 所以一些我们的客户 是从国际 所以他们会购买到金融 我们会得到我们的金融 所以这会影响一定会影响 投资者们认为美联储降息将在中长期内 对阿联酋经济和金融市场产生积极影响 他们将持续关注国际金融市场动态 采取灵活投资策略 以应对市场变化 同时阿联酋政府也采取措施 稳定金融市场并吸引外国投资 包括加强金融监管 提高市场透明度 优化投资环境等 美联储的降息为阿联酋金融市场 带来了挑战和机遇 投资者们正积极评估政策影响 并寻找新的投资机会 未来阿联酋市场有望保持稳定 并吸引更多外国投资 凤凰卫视王力 黄力军 阿联酋底拜报道 美联储降息之后 多国央行接连跟随降息 埃及专家表示 美联储开启降息周期 对新兴市场国家将会带来多重的影响 但是埃及央行暂时没有做出调整 专家预测 埃及央行可能会维持利率不变 甚至提高利率 以符合埃及的经济环境 美联储日前宣布降息50个基点 阿拉伯国家多个央行紧随其后 沙特 阿联酋 卡塔尔 科威特 巴林等国 宣布下调利率 从25到55个基点不等 而埃及央行暂时没有跟进 并决定于下月17号的货币政策会议上 决定是否做出调整 分析人士认为 美联储降息短期内 不会影响埃及央行货币政策 埃及目前正遵循货币紧缩政策 根据IMF的建议 提高利率或保持当前利率不变 专家表示 美联储开启降息周期对新兴市场国家 将带来多方面影响 投资者在未来可能将资本转向 回报更多的新兴市场 例如埃及 资本的流入将提高外汇储备 减轻债务负担 降低埃及进口成本 可以以更优惠的价格获得融资的机会 同时减轻货币贬值压力 降息可能会为埃及带来短期利好 但也要警惕 过多的热钱流入会推高通胀 埃及要结合自身经济结构 做出政策调整 应对金融市场波动 凤凰卫视 张鹤阿雅 埃及开罗报道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今天香港文汇报的一则报道 是提到了英国国家统计局20号公布 英国国债与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 正式达到了100% 累计债务高达2.77万亿英镑 折合大约28.7万亿港元 而这个比例是63年来 首次达到100%的水平 工党政府就警告称 下月30号颁布的财政预算案 会做出痛苦的决定 包括加税和削减福利开支 而英国财相上个月曾经宣布 10月底的预算案 会削减退休涨者冬季燃料补贴 还有搁置社会安全改革计划 减少对医院和公共交通的投资 稍后回来带您关注更多焦点 以后见